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德 最近各種下雨真是煩啊 那近期也累積了不少日子 就讓我們來聊一聊吧 首先是找他們頻道的老朋友 鹿豬遊戲 今年陸續推出的像是暮色雙城 弱智傳說 神之物語等等 繼續用那些看上去就是詐騙 但還是有人會上當的廣告 再結合藝人代言的流浪密碼 準備推出下一款月光魔道團 這個廠商本來可以直接搶的 但他們卻做了一款遊戲送韭菜 真是太貼心了 雖然其實這類遊戲的代理商或者廣告商 在他們社群上你只要小小的手指點一點 他們看起來很多高人氣的留言 都有儀式假帳號的水君 但詐騙事件之所以能成出不窮 也是因為廠商牢牢掌握了人性貪小便宜的弱點 總有人幻想自己會是那個萬中選一的天選之人 留言分享從未停止獲獎通知從未開始 就跟我常常幻想家裡的貓會幫忙做菜打掃一樣 但這麼多年過去了他們依舊只是一群吃貨 到時候有抓到蛛絲馬跡再來介紹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有開啟這個系列 他們最近也越來越均勻了藏得非常的深 讓我越來越難挖了 雖然有些人常常會留言希望他們快點消失 但很多事情看起來簡單 執行起來卻比想像的還難 那群流量媒體控制的生態鏈 早已牢牢掐住很多產業的命脈 你不跟著走 有天說不定就會被無情消滅 再來 在海外遊蕩儀就一路從日本到台灣 然後遊回大陸的匪紅的深約 終於要在陸服推出 當時這款美術就是主打極致的賣射 而依照我們對陸服審核的理解 我稍微看了一下官網的宣傳圖 結果也不意外的被各種和諧了 當時行界想偷渡一點賣肉元素 都在當天被馬上要求修改了 你這個遊戲一個比一個尺度更誇張 我都想像不到那些布料要怎麼補了 會不會導致最後陸服玩家都跑去玩外服呢 到時候上架再來看看吧 那承接最近寧然之間的話題 稍微貼一下陸服我有輕度玩 但一直沒有介紹的另一款戰棋 銀河境界線 這款主打就是全角色都有live2D例會 好感度拉滿的話會再送一套 而你想得到的掃蕩自動都有 但實際玩起來會太偏過於強度大於機制 體驗起來的感覺會更像是一款放置遊戲 也許會更符合一些喜歡玩戰棋 但又不想玩得太乾的玩家 就看照說台服會不會上線了 那另外有個挺有趣的瓜 裡面這位薩摩噎犬伊護兵的形象 出自一位中國畫師筆下的作品所授權而成 他去年暴雪旗下的遊戲《決勝時刻現代戰獄》 裡面一位角色的設計 就有儀式借鑒參考的嫌疑 在當時還有引起一小波的新聞關注 然後少女全線2追放 前陣子刪測中 不少玩家對養成的乾度跟複雜有所抱怨 而官方表示之後會向下調整 針對武器配件、養成、推關等簡化 還有課金抽卡等其他的改善 並考慮會增加更多與角色的互動要素 預計在9月份會進行一次不限號付費3檔測試 到時候如果有時間的話我再來玩一波 接著講個我覺得在B站最近有點被過於放大的問題 幻塔近期一直被各種傳言說要關服了 主要是上個月的營收表現並不理想 外加各種以兒傳兒斷章取義之類的 挺符合我對B站的想像 那可能謠言實在傳的太廣 官方還自己跳出來辟謠 雖然我也不玩幻塔 對他的評價也一般般 但關不關服這事情 真的很難定掉啊 我自己做營收統計了一段時間了 遊戲會不會死 一直非常的玄學啊 有些營收看起來都不怎麼樣 但他就是可以狗活在那裡 而依照完美手上目前公佈的產品 一拳超人世界 怪離性百萬亞瑟王環 女神異聞錄夜幕魅影 這幾款都是以IP粉絲項為主 玩法與受眾也明顯與幻塔不同 而目前主力開發的重點MO 出現世界也是一款寫實類的仙霞作品 所以他旗下也沒有其他同類產品了 所以如果以陸服的視角來看 真的要砍掉這款之前 也必須是市場有一款競品可以取代他的狀況 那目前我想的到比較會正面影響的 大概只有騰訊代理的克之國 還有王毅的天智六七 但陸服也都還沒有上架 所以你還在玩的話就平常先玩吧 也不用把這事情太放在心上 然後有人希望我講一下 C3G最近推出的Downlands 遊戲為二次元沙盒開放世界的題材 先不用製作這款 到底是要學薩還是學圓 反正有爭議抄襲的問題 該出手的會有人去出手 我們只要分得吃瓜就好 那畫風問題我以前也講過了 這類渲染畫風的表現形式 也沒什麼獨佔權 誰都能用 大地圖探索玩法作品也很多 之前也講過不少 而這遊戲一看就是要告訴用戶 我就是款佛物何怪 但從細部來看就知道他並不是什麼大作 而且應該是一個非常小的團隊開發而成的 成本應該也不會太高 看看這個獸級模組 非常的易於常人啊 還有這個打擊模組 連最基本的動作感都沒有 身為一個經營多年的大廠 卻開發出這款跨時代的產品 實在有點令人鼻酸啊 你們C3G正有空花錢推這個東西 還不如多專注優化成白境遇 別顧此施筆為了檢視麻丟了西瓜啊 那這款唯一讓我覺得很屌的 就是他的安裝大小 只要1G出頭 根本是現代神作啊 然後最近廣告有一款 我在之前雜台影片也提到過 像素風動作放置遊戲 培養半神放置RPG 準備要推出國際版了 那他的正式名稱叫做半神養神技 雖然你廠商標榜是韓國No.1 但實際表現並沒有這麼好啊 那他們家的遊戲都是偏向小品類的 也並不是我特別喜歡的 到時候上架也不會特別開箱介紹了 如果你感興趣的話可以在這裡去找找 然後再來就是Final Fantasy VII 永恆危機 即將在9月27號正式發行了 暫時是沒有繁體版 到時候上架我應該會體驗一體驗一波 就看這次S1能不能重返榮耀了 然後Netmarble 於上個月26號全球同步推出 帶有幻皮放之味的神之塔 新世界 對IP本身展開他的吸睛之力 雖然不是主月 但還是削了9500萬左右 而6成以上是由韓國人支持 不過我看遊戲的狀況 感覺這個量調的速度應該也是很快的 再來也是他們家的遊戲 8月9號推出的泰坦世紀 為RTS玩法 類似部落衝突或者萬國覺醒 但這款遊戲 不少的例會都帶有AI繪圖的塗色感 而且Live2T的角色 在做一些拉伸行變的動作 也會出現奇怪的做法問題 像角色的手指彎曲不太對勁 但願這只是我多心啦 雖然我個人也並不反感 廠商把AI技術導入遊戲中 因為這種科技的趨勢你是很難避免的 有時候也只是有沒有浮出檯面的問題 且不只現在在FB廣告上 找找不少畫師是靠這個在賺錢的 連Adobe也正能導入相關技術 但如果廠商真的因此讓相關成本降低了 是不是對玩家收學費用也該降降呢? 而這遊戲最讓我吐槽的就是 它打開來商城又是買銀幕的課金內容啊 中而其來Netmarble這兩款品質都不怎麼樣 並沒有重現當時克之國的強大氣勢 卻你們還是別長了 快點搬出七大隊的起源 來做最後的掙扎吧 再來就是韓國三恩的另外一間NCSoft 23號準備進軍國境市場 推出在韓國人氣並不怎麼高的G02 雖然到處表榜就不一樣 但可惜你是NCSoft 天堂那套P2Win獲利模式 早已深深刻入你們公司的DNA啊 而我很早很早也之前就有講過 當時這遊戲在韓國上市以後 還引起了一波股市下跌的事件 但其中也是因為玩家長久以來 對該公司或著天堂不滿美積所導致 曾經我也覺得劍靈蠻好玩的 但它也已經不是當年的模樣了 就祝陸客人玩家能玩得愉快吧 本來最後想聊聊頻道近期的兩三四 也都錄了六分多鐘的幹話 不過睡了一覺起來以後 突然也覺得沒這麼重要了 與其費時費力的解釋 不如持之以恆的前進 時間總會證明一切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請說請看 請按個字cast